疫苗沒有用了嗎? 有網友問我 報導說 有40位前線人員 注射了疫苗之後 還是確診了 怎麼辦? 是不是代表 疫苗打了跟沒打一樣 是不是 疫苗就不需要去註冊了 因為是多餘的 傻孩子 這40位確診 是在 438220人的前線人員之中 的40人 也就是說 剩下的 438180人的前線人員 都沒有確診 他們被疫苗保護得好好的 而且你要記得 前線人員每天 都要接觸病人喔 所以 疫苗 可以打 防護措施 還是要做到位 人多的地方 就不要去啦 難不成 你還覺得 疫苗 比病毒 還恐怖嗎? 不會吧? 不會這麼容易吧? 不會這麼容易 就被誤導了吧 關注我 每天獲取 正確 醫學 營養 知識 祝您 健康 功德 無量 躲內 躲到你開心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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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